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墨学能够那么快速地安住于心 让心融合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点 一个是可能尽快能得到一些修行的话 最好是修菩提心 还有祈祷丧丝三宝 还有呢 就是经常通过禅修来调整自行 这样我相信很快会有很大的收获 谢谢 我认为一个很快的方法是实际上的 有很多施策 专业 专业 也实际上是实际上的方法 为了给众生讲法专业大洋和大焦来到这里 然后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关于佛教里面讲随顺众生这个观点的 就是在一年前 哦 一年前 然后我因为一些机会读了一些书 也因为一些机缘开始吃素 那这个时候我的家里人呢 当他们为我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里面有肉 我就会拒绝 那他们就会非常的伤心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观点 就叫做随顺众生 他们如果特别伤心的时候 我就会说好 那我吃这一盘 下一盘就不吃了好不好 就会这样 那么想要请问您 在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个随顺众生到底对不对呢 OK 谢谢 首先说它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次我呢 到哥能诺贝尔这个城市 应该三天当中 我看我站着讲课已经站了八个小时 昨天两个小时 前天两个小时 今天上午和下午 然后感觉非常好 我有时候在别的地方呢 也就一天都只有八个小时 这三天就应该不算什么 但是呢 确实我们目的是 大家都是以后好好的修行 尤其是我们菩提学会的人呢 希望大家不要中间半途而飞 不要退 其他的有些 包括一些汉族和法国人愿意参加的话 我们不涉及任何的经济 政治 其他都不涉及 这是完全是一个目标 大家学好 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也乐于参加 我们其他没有什么传教的目的等等 都是大家共同学习 我也在外面 在里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平台 完全是让很多人真正能通到一些佛教的教义 所以这是我的一份 也是一个希望 希望你们长期的 也许我以后经常来 也许不一定来 也不好说的 生命是无常的 不管怎么样 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下去 这是我的最后的终结语 然后你的问题 一般随损众生 一些大的问题上 比如说让我们完全不要学佛 完全跟我们佛教大的理论 非常相违背的一些 不能直接随损 应该用其他的三家方便 如果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话 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很重要的 包括你吃素的话 自己也有时候觉得肉特别好吃 看起来旁边的家人吃的时候也特别香 然后感觉一方面随损他们 然后也随损自己 这样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 如果大的原则上 也不能随损别人 也不能随损自己的烦恼 当然用自己的智慧来抉择 在三天 我教在三天 viktigt 所有佛合在我的密集中 你应该不靠 能够比调 到 acerca 希望 我可以利用一个平台并且学习的道理和文化 在未来可能我会回来很常常 但可能我会不会回来 m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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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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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大法治之一, 他就连到法治瓶迫似的。 他就需要承受, 如果有些不重要的问题, 您可以吃肉, 知道那些关系 与家庭和友谊,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觉得米饭是很好的 很精彩 必须要给予别人 当然也要你自己的 感谢观看